当萧妍那对泛着赤红的目光 扫药而下的时候 广场之上顷刻之间便安静了下来 一些云兰宗弟子悄悄地咽了一口唾沫 心中略微有些不安 如今那神秘的大魔头逃之夭夭 接下来恐怕便是该找他们云兰宗算账的时候了 望着萧妍的神色海波东等人也是一愣 旋即身形一动便出现在了前者身旁 虎视眈眈的盯着下方 见到天空上这般阵仗 云运俏脸微变 先手一压将广场上的骚动压折而下 如今云山身亡 那么他便再度的成为了云兰宗的掌视者 因此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云兰宗毁在了萧妍的手中 你究竟想怎么样 咬着牙 云运游离不定的目光终于停在了萧妍那张冷漠的脸庞之上 此时他心里边是极度的混乱 虽然这几年与云山关系淡薄了许多 但是后者始终都是他的老师 如今云山死于萧妍手中 这按照常理 他本来应该报仇 可那云山这些年的种种作为 落得这般下场 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这一点即使是云运 也没有丝毫反驳 云山死于萧妍手中 可在道理上讲 却是死有余辜 但是论情面呢 身为云山弟子 云运有着责任报仇的 然而不提今日云兰宗已大落下风 而且就算说云运有那个实力 要让他出手击杀萧妍报仇 同样也很难做到 所以在这般徘徊犹豫当中 云运心中啊 也挣扎得尤为激烈 听到云运的话 萧妍脸旁一阵抽搐 哼 我想怎么样 云兰宗掳我父亲在前 回我萧家在后 如今更害得我老师 被魂殿捕获 生死不知 你还想问我怎么样 云运心手紧握 指甲刺得掌心生疼啊 他知道萧妍此刻 心中愤怒的痛苦 而云兰宗这些年所做的事 他也没有丝毫的辩驳的理由 老师这些年所做知识 的确令你伤害很大 可你令云兰宗成了这个样子 难道就不能收手了吗 哼 收手 只要云兰宗还存在于加玛帝国 我就不会收手 我萧家的血债 只有用血才能洗刷 是吗 一定要弄到这个地步 你才乐意吗 血债云兰宗如今也已经付出了 你难道就不能网开一面吗 网开一面 那当初云兰宗围剿我萧家的时候 可曾网开一面 若非米特尔家族帮忙 恐怕我萧家这人 便被你云兰宗彻底的血洗了 那个时候 可曾有人为我萧家网开一面吗 俏脸浮现了一抹苍白 人人郊区微微一颤 萧妍的每一句话都如此的尖锐 令他根本没有反驳的理由 因为这些事 皆是由云兰宗挑起 萧家从头开始 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受害者 对于萧家的事 我知道是云兰宗错在前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云兰宗的宗主 你若是要将这个宗门毁灭 那我会倾力阻拦 即便是拼着这条命 望着一脸苦涩与抉择的云韵 萧妍的拳头颤抖着紧握了起来 云兰 不要以为这样便能让我放过云兰宗 我说过了 萧家与云兰宗只有一方能够存在于加玛帝国 这一点我不会为任何人改变 包括你 明眸盯着那愤怒的年轻的脸庞 云兰苦涩的一笑 当年的她便让她如此的失望 如今恐怕又要得失望了 好吧 既然如此 那么便先将我击败 我想因你现在的实力 这应该很容易吧 云兰 你不要太过分了 忘了竟然对着自己举荐的云兰 萧妍的心中顿时暴怒 满脸猙獰的喝道 对不起 云兰背齿轻咬红唇 缓缓地摇了头 她知道这般举动对萧妍伤害不小 可她是云兰宗的宗主啊 那从小便被灌输的理念 不可能让她将之抛弃啊 目光暴怒地望着郊区 轻轻颤抖的云兰 萧妍死死地咬牙 片刻之后 猛地从那戒当中掏出了一大把丹药 然后疯狂地丢进嘴中 随着丹药入体 萧妍那虚弱的气息也稍稍恢恢复了一些 不过这种近乎强行透支的方式 可算不得什么好法子 一旦药力过去 那股虚弱将会成倍的递增 不过此刻的萧妍呢 却是丝毫也不顾了 萧妍啊 你就不用出手了吧 这里还有我们 海波东联邦说道 他清楚这个家伙在这么多轮番打击之下 已经有些不太理智了 我自己来 萧妍使劲搅动着丹药 目光死死地盯着下方的云韵 感受着萧妍体内缓缓涌出的斗气 云韵也是苦思的一笑 玉手紧握长剑 等待着他心中最不愿意发生的那场战斗 老师 一旁纳兰燕然 看到萧妍体内涌出的斗气 身形一闪 便出现在了云云面前 让我来吧 事情闹成如今的地步 其实都是我当年的人性所致 不想嫁给自己当初不喜欢的人 你并没有什么错 可我至少是云兰宗的人呢 他要毁掉云兰宗 弟子自然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这场战斗便交给我来吧 纳兰燕然冲着云云微微一笑 旋即抬头望着天空上的萧妍 萧妍 对这三年所发生的事情 我也很遗憾 但我是云兰宗一员 所以你若是要毁灭云兰宗 便先击败我 妍兰呐 这是萧妍与云兰宗之间的事情 你不要多管呐 就在纳兰燕然挺身而出的时候 天空上的纳兰杰与纳兰宿脸色顿时一变 连忙喊道 如今的云兰宗明显已经是岌岌可危 凭借萧妍如今的势力 要将之毁灭并不难 纳兰燕然与他对抗自然不可能胜利 若是一个不慎再度将之激怒 那连带着纳兰家族都有一些不太好过呀 抬头望着纳兰杰两个人 纳兰燕然却缓缓地摇摇头 我这一身本事全是老师和云兰宗所传 这种时候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看到纳兰燕然这般倔强 那纳兰杰两个人顿时气得直跳脚啊 可却没有丝毫的法子 萧嫣先生 请先不要出手 让老夫好好地劝劝这个丫头 纳兰杰突然看见萧嫣那缓缓阴沉下来的脸色 连忙说道 手掌一挥将纳兰杰的话打断 萧嫣看也不看他 目光紧紧盯着下方那一脸倔强的纳兰燕然 脚掌之上银色光芒闪烁而现 瞬间过后双一阵 身形变化为光影 陡然暴流而下 萧嫣突然展现出来的恐怖的速度 也令纳兰燕然脸色微变 旋即呢 玉手一动 一股灵力的剑刚便自掌心暴射而出 直指那道模糊的影子 天际之上 黑影身形鬼移动 便将那道剑刚闪避开去 背后墨绿火翼 颜色陡然变身呢 一道淡淡的雷鸣之声是响彻了天际 旋即 萧嫣所画的那道黑影是陡然的消失了 萧嫣突然消失的身形 也使得纳兰燕然呢 微微一愣 玄习眼中 涌现了一抹震惊 这速度 怎么可能是一名斗王强者 所能具备的呢 就在他失神的时候 面前的空间一阵诡异波动 宛如鬼魅般的黑影 骤然浮现 眼瞳微微一缩 纳兰燕然手掌一动 一道雄魂斗气便狠狠射出 哼 一缕碧绿火焰闪掠而出 与那道斗气碰撞在一起 玄机呢 在一道低沉的声响当中爆裂开去 两道攻击迅速泯灭 纳兰燕燕然刚欲闪退 一道黑影呢 便瞬间突破了空间左岸 最后牢牢的抓在了 其修长的预警之上 令其焦躯僵硬 虽然我们都是在斗王巅峰 但要击杀你 只是几个回合而已 冷漠的声音响起 玄机 消炎的身影如鬼魅一般 浮现纳兰燕然身前 此刻他的手掌啊 正牢牢的抓住了他的预警 只要他稍稍的尽气一吐 便能够将纳兰燕然的喉咙 正 谢谢观看